張惠文明就讀幼兒園的三歲女童 在學校意外跌傷 後腦勺著地 偷破血樓縫了四針 老師聲稱女童是自摔 但是女童說是被人家推倒 女童母親就質疑原方的說法 但是原方卻反過來說 因為這個女童個性極 像媽媽一樣才會跌倒 也讓家長無法接受 跟著音樂搖動身體 三歲的黃小妹 在幼兒園和同學一起活動 但父親節當天 她才剛升上小班的第一天 就發生跌倒意外 後腦勺撞到門框 造成三公分開方性傷口 送醫縫了四針 家長相當不捨 黃小妹事後跟媽媽說 是被同學推倒 但原方說是黃小妹 上廁所自己跌倒 而且還說她跟媽媽一樣 個性急 讓家長不能接受 說小朋友褲子沒有穿好 就趕快要出來 然後小朋友就從廁所 那邊撞到那個廁所地上的門檻 原廣就突然冒一句說 你小朋友個性比較擠啦 跟你一樣啦 跟媽媽個性一樣擠 他有想過張安 對媽媽是二次常懷 由於幼兒園週末休假 無法得到原方回應 張光縣教育處表示 將與社會處派員前往個案家中 關心訪事 律師表示如果老師未盡照顧之責 讓小朋友跌倒受傷 原方和老師都有責任 張光縣教育處將在15號派員至幼兒園 瞭解意外發生過程 記者 邱紫培 黃群 張光報道